因为时间永远都不可以回到最初嘛 你现在不照顾 你等到发生了问题才来照顾 会很迟哦 到时候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佩芬的故事 佩芬患上糖尿病时 年仅11岁 年纪轻轻的她 不了解做定期视力检查的重药 也不肯照顾自己的健康 之前我的眼睛是完全好好的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顽皮吧 比较调皮吧 我每次都不去验眼睛的 医生每次讲 你要去做一年一次的眼睛检查 我就讲 我眼睛还看得到字 看得到人 什么东西都看得到 我干嘛要去看眼睛 我眼睛没事啊 母亲因为糖尿病而导致肾衰竭 最终病逝 佩芬才开始认真管理自己的糖尿病 不久后 佩芬发现视线模糊不清 原来眼睛的血管已经受损 当时她才27岁 从那个时候 我妈一过失的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节制我所有吃的方面 喝的方面 然后开始按时打针 然后尽量照顾我自己 就是因为我要减缓 那个跟我妈一模一样的 那个状况 对 目前佩芬的视力只剩下10到20% 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 去治疗的时候 他们已经很像宣判我的眼睛已经没救了 死亡了 只剩下10到20%的视力 所以那个时候才来后悔 很迟了 这样我可以说我几乎是瞎的 是忙的 到了后面 我完全连自己照顾自己的基本能力都没有 我自己不能洗澡 我自己不能去买饭吃 我自己连煮快熟面的基本能力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眼睛看不到 对我的影响很大 佩芬的感想与劝告 我唯一可以奉劝那些糖尿病患者 无论是在什么年龄层 是小孩啊 中年啊 或者是老年人 或者是像我这样 在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上糖尿病的 就开始现在开始照顾自己